美国的新冠肺炎死亡病例突破2万宗 取代意大利成为全球最多死亡病例的国家 而累计确诊降案突破50万宗 全美所有州份首次处于灾难状态 疫情持续爆发 外界忧虑未来几个月有预风吹袭 疫情加上预风 叠加效应或造成严重灾难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报导 佛来里达州的居民除了担心病毒之外 也担心预风来临 该州前任危机处理中心主任孔恩说 新冠肺炎病毒加上预风 如果两者双叠加 引发的效应将会是恐怖的 介绍负面效应将不是叠加增长 而是整倍放大 大西洋的季风季节大约在6月初开始 气象部门预计 今年的巨风会比往年更活跃 在7月至11月之间 美国可能会受到4个主要巨风的冲击 风速将达到每小时180公里 佛州州长德生帝斯章面临的挑战是 当局要求民众保持社交距离 如果今年遇到巨风吹集 应该如何实施疏散和避难的策略 原本可以被无家可归者避风的酒店 在疫情期间已经关门 如果在体育馆避难 就会产生疫情传播的风险 另外民众担心增加染病风险 也可能会拒绝收容亲戚朋友 随着内地新冠肺炎疫情逐渐温和 忍耐了很久的市民开始报复性消费 但有龙头食肆就乘机加价 内地征券《时报》文章说 知名连锁火锅店海底撈亦市价格6% 结果印尼网民反弹和杯葛 海底撈最终要回复旧嫁到停业前的水平 今年春节期间 93%的餐饮企业要选择关门店 中国连锁经营协会发布调查报告显示 79%的餐饮企业难以支撑3个月 而海底撈共停业46日 直到3月12日才恢复营业 预料营收损失约50.4亿元人民币 有业内人士分析认为 只要防疫工作不放松 餐饮消费就不能完全恢复 价格的企业就只会越来越多 价格的企业不止海底撈 还有连锁茶饮品牌喜茶 以及蒙古赛馆西贝油面村 有业务分析人士就认为 加价潮不会持续 疫情过后的报复性消费是短期的 市民需要堂食来释放被压抑的需求 企业加价就是看准了短期的需要 但随着消费者热情减退 价格持续高期会打击消费意欲 令到客流量降低 最终都是要减价赚抢客流量 以减少疫情中的经济损失 新冠病毒导致很多国家之间关系紧张 不单止美中有欠和谐的关系举小触目 欧盟成员国之间 也是另一关系紧张的例子 英国广播公司文章指出 疫情在欧洲肆虐 重灾区之一意大利 请求邻国援助医疗物资 但是德国和西班牙都采取了行动 禁止这一类产品出口 意大利驻布鲁塞尔大使赞文 直斥这些是欧洲不团结的表现 此外 德国反对各国 帮助疫情严重的欧盟国家 荷兰 奥地利 芬兰 也都站在同一阵线 但是西班牙 法国 比利时 希腊 爱尔兰 葡萄亚 斯洛文尼亚和卢森堡就大唱反调 事件突显欧盟成员国之间意见分歧 文章引述伦敦政治经济学院政治研究员的意见 理论上说 我们应该看到不同国家 团结起来 联合对付同一个敌人 但是实际上 疫情危机推动各国更加内向 竞争多于合作 事实上 饱受疫情摧残的西班牙 早前指控土耳其 扣留该国三个地区卫生部门采购的 几百台呼吸机等重要抗疫用品 几经交涉 西班牙表示总算拿回货品 可见疫情引致的紧张关系 是跨国 跨州份的